另外期第十九章 在这一章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文身是神所证悟的吗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基督徒教会里面是抗拒文身的 但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 经过了三四十年 我们看到非常流行文身 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看第十九章 十九章里面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列出了好几条这些要遵守的 或者是不能够做的一些条例 那在这章里面有个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它反复的出现了一个句子 就是我耶和华你们的神 或者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反复的出现这个总共有十五次 所以他在几乎每讲一个条例之后呢 就会在此的强调 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所以在这个条例当中呢 就是要提醒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刚成立这个国家 那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免得他们忘记 而且也有一个意义就是说 当他们遵行这些条例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遵耶和华为神 所以他们是神的百姓 就应当照这些条例去行 那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讲到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所以为什么要遵行这些律法呢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像他一样是圣洁的 行了这些律法 就是能够成为圣洁了 然后就讲到 基本上就是重复了摩西的十戒 比如说不可以拜偶像 要孝敬父母守安息日 不可偷 不可抢 不可犯奸淫 不可作假见证等等 然后呢 接下来有一段我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是在圣经里面 非常有人情味 非常有人性的一段 他讲到第九节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进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摘进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所以在当时呢 当然是以农牧业为主 所以呢 他们要能够生存下去 食物呢 就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呢 就是在这些庄家 就是这些 稻谷啦 或者是葡萄园的果子 那在这地方讲到说 你们要留一些 给穷人跟寄居的 不要收割全部 换句话讲呢 我们在经济方面 我们比较有优势的人呢 要留一些给比较 没有那么优势的人 换句话讲 就是不要吃干妈剂 不要把这些 你能够有的资源 全部都纳入自己 都占据了所有 这就为什么 现在 有一个 这个经济方面 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 反垄断法 这个是同样的精神 当然 也不要到那么大的规模 我们在平常 都可以落实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留一些 也给别人 不要 全部都吃干妈剂了 那 你留下来的 也不是去施舍给别人 而是让他们自己 可以去收取 这样子 帮助他们 也让他们保留自尊 所以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要注意帮助的方式 那 接下来就 讲到说 在第十三节 你雇工人的工价 不可在你那里过夜 留到早晨 这真的是 很好的提醒 所以我们对那些 服务我们的人 我们所顾的人 一定要去恩待他们 特别是在 这个薪资方面 一定要赶快的给他们 不要耽搁 然后呢 我们看到 就讲到说 事情审判的时候 一定要按公义来审判 你不要去偏袒那些 比较弱势 或者是比较那些 有势力的人 而是 就事论事 然后呢 也讲到说 总要 指责你的灵社 免得因他 当罪 哇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灵社犯错了 我还要指出他的错 如果不指出他的错的话 我们还会因他当罪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有时候看到别人犯错 我们想说 这是他的事情 不要管那么多 多管闲事 我如果指出他的错来 我可能还被他骂 被他 这个 被他这个不好的对待 少一事 不如少一事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彼此的 这个命运是相连结的 比如说 在教会里面有人 就是犯了什么错 然后我们不指出他的错来 到时候呢 他这个恶民传出去啊 连整个教会的民生 都会被败坏 所以呢 我们总要适当的 用爱心来说诚实话 那另一方面呢 也是可以作为他的守望者 让他们不会继续的沉沦下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在第26节 他讲到说 不可吃带血的动物 带血的物 不可用法术 不可观照 就是不要去看这个 所谓的星座啦 或者是使用法术啦 也不要去算命 这些呢 都是神所不悦纳的 第28节是讲到说 不可在身上赐花纹 我是耶和华 所以在这地方呢 很明显的讲到说 是不可以纹身的 但是呢 我们要了解 在当时的 这个社会文化背景 在 这个 以色列人 他们进到应许之地 原来的这些 外族人啊 他们就是 有 这个拜假神 拜偶像 在他们敬拜的 仪式里面呢 就是有纹身 这个部分 所以呢 神叫他们不要去纹身 是因为 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让他们不会去 沾染到 这些当地人的 敬拜拜偶像的恶习 所以呢 这个是为了分别他们 让他们能够切实的 单单 作为耶和华的子民 单单以耶和华为神 所以这个是因为 敬拜的缘故 分别为圣的缘故 但是呢 在今天而言 今天的纹身呢 是跟这些敬拜 是没有关系的 跟拜假神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以我个人的 看法呢 现在的这个纹身 其实 是应该 是可以的 当然我自己 是不会去纹身了 我 喜欢自然 没有必要在身上 再去做什么东西 但是呢 以这个真理而言呢 我的看法 是纹身 今天呢 跟过去 是不一样的 那 另外呢 我们就 没有必要 为了一些 条文 一些 不是 真正属于 核心教义的 去做一些 争论 或者是 去论断人 去半导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好 那也讲到说 不可以跟那些 交鬼行无数的 这个 去求问他们 以至于被他们 玷污了 这就是 看到我们 就是不要去算命 那另外讲到说 在白法人的面前 你要站起来 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 你的神 也讲到说 要 这个 对那些外人 外籍人士呢 要爱他们如己 因为呢 以色列人自己在埃及地 也做过寄居的 所以呢 我们要善待那些 外国人 我现在 在美国 我自己也算是外国人 但是呢 为祷告 让我也能够帮助 这边的外国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拳选我们 让我们分别为圣 单单归于你 让我们能够 遵你的道而行 行出你 国度的法则 是跟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 能够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身份 是你的子民 也清楚的知道 唯有你是我们的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